我力拼大巨蛋體育館在今年底完工營運 副市長李四川今天在臉書發文 公布大巨蛋人工草皮的現場施工狀況 體育館座位數高達四萬席 是國內最大型的室內體育場館 市長蔣萬稍早有最新回應 帶您來聽 其實職業球員他們都很關心 現階段我們大巨蛋草皮鋪設 包括細砂還有橡膠粒的鋪設 因為接下來會影響到球彈跳性的問題 所以昨天我們就特別邀請了棒鞋 還有球員一起到大巨蛋的現場 去了解去看 那也很謝謝他們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 接下來我們的鋪設會讓它更細膩 而且確保我們草坪的品質以及安全 蔣萬市長強調目標是在年底完工啟用 現在也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而他今天參加親子嘉年華活動 也與一旁的小朋友互動 還捏起小朋友的臉頰 展現三寶霸的精神 以上現場最新主播